好各位同学 那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在这节课的课程中 我们一起来创建和生成这样的一个订单 好那么我们这里 编写了snap order方法之后 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主方法 place方法里面来调用snap order snap order这里需要接受一个参数states 我们之前已经从getorderstates这个方法里面获取到了 所以说我们把它传入进来 好那么通过snap order 我们能够生成一个订单的快照信息 好那么接着我们就需要做什么 我们需要定义一个新的方法 这个方法用来生成订单 并且把订单的信息写入到数据库里去 好那么接着我们再创建一个新的方法 create order snap order只是为create order这个方法 创建一个必要的快照信息 那么我们现在create order方法 才是真正的生成一些订单的数据 然后再把这个订单写入到数据库里去 好那么我们来还是到我们产品里面看一下 每一个订单都必须要有一个订单编号 这个订单编号我们需要尽量的 尽可能的保证它是唯一的 在通常情况下面我们用一些方法 这个订单号的基本上是不会重复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如果有高并发的 这样的一种生成订单的情况下面的话 这个订单编号有很小的一定的几率 会出现一个重复 但是这个几率是非常小的 这里我们给大家提一下 然后我们编写的方法要尽量的减小 这样的一个重复订单的生成概率 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编写这样的一个 生成订单号的一个方法 我直接把这个方法给复制过来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方法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讲的 就是尽量的去做一些随机的一些算法 生成一些不为一的一些制服券 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这里首先我把它定义成的是一个 public static的一个进探方法 为什么定义成public呢 这个还是因为有可能 其他的地方也有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订单号 所以说我们把它定义成公开的这样一个访问属性 这样别的其他的类合对象 也可以访问我们的这个make order number方法 好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这个方法 然后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我们产品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这个订单号我们可以看到A5277500 这个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 第一个A 这个大写算母A是怎么决定的呢 这个其实就是以当前的年份减去2017年 减去2017年 那么我们当前是2017年都在 所以说这个地方它算出来的这个值 再去这个数组里面 取对应的这样的一个值人数 比如说我们2017-2017 那么是多少年度的 然后取数组的第0个元素是什么 是A 那么假如说到了2018年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你计算的值就是E 然后取数组的第1个元素就是B 第2个元素是B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第2个 第2个是首先取到这样一个月份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1个字母 第1个字母是表示年份 根据我们的这个算法的话 如果我们第1个出现了A的话 那么代表的是2017年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考一下月份 月份的话这个地方首先取到月 然后这个地方DCHEX的方法把10进制转化成16进制 然后把它再转化成这样的一个大写的字母创 好第三个 第1个是年 第2个是月 第3个DATA是日 好 那么下面这个是Ulyx的时间戳的生成 好 然后后面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戳的微秒数 微秒数 因为我们说了我们要减少这样的一个重复订单的重复订单的 所以说我们尽量的把这个后面的这样的一些时间单位更加的精确一些 这样的可以减少这样的一个重复的可能性 好 然后最后我们注意这里 最后我们还要在0到99之间再取一个随机数 进一步减少订单号的重复的概率 好 那么我们这个生成订单号的方法是很多种生成订单号方法的其中的一种 但是无论你使用哪一种方法都要把握住这样的一个原则 尽可能的减少订单号重复的概率 但是话又说回来 这个订单号重复的这个概率情况 它不仅仅是和你的方法的代码编写有关系 它也和你的这个病发的高病发的数量有关系 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在1毫秒钟 可能会生成几千个订单 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 可能某些方法就不太适合了 可能要用更难 要用更复杂的一些方法来处理这种情况 但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面 一毫秒之内几千几万的订单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说有时候 还是我说的这句话 要站在自己当前这个业务环境下面 来考虑代码的编写 那么我们的这个方法 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放在任何的一个条件下面 都可以防止这个订单号的重复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些中小型的电商 这样一个订单号的生成方法 已经是够用了 然后这个方法 我觉得它的有一个特点和优势是什么 就是它生成的订单号 在保证一定程度可以防止订单号 重复的这个前提下面 它的这个订单号的位数也比较短 它也比较短 大家有时候可以看到 你想减少这个订单号重复的概率的话 那么你其实就是不断的 在这个订单号后面追加位数 比如说你有一百个 你的订单号长度是一百 那我相信的话 你这个生成的概率 重复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那么这种方法 其实它很巧妙了 它很巧妙的把一些这样的订单号的长度给缩短 比如说一开始最前面的2017 本来应该是2017年的对吗 我相信这种方法很巧妙的 把2017转化成了这样的一个字母 大家看到可以转化成这样的一个字母 也就是说那四位变成了一位 好第二个是这个月 月也是一样的 它把它转成了16位 16进行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时间 是2017年的5月31日 5月31日 明天是6月2冬节 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 好比如说现在2017的话 第一个就是A 然后第二个是5月 5月的话转成石油精致的话 第二个数字还是5 等等后面都是一样的 订单号的总体来说是比较短的 好那么我们现在 首先在Coreless Order里面 定义一个变量 OrderNumber 然后呢 要用这样的一个 MakeOrderNumber方法 首先呢 把订单号给生成了 好 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订单的信息 写入到数据库里面呢 同样的我们需要通过模型来实现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没有定义Order这个模型 好像是没有定义的 对不对 那我们来定义一下Order这个模型 好 好 好 同样的啊 我们需要让它 Axtend这样的一个 Base Model OK 好 同样的啊 我们把这个隐藏字段呢 给设置一下 好 那么啊 定义到 定义完这个Order之后啊 我们呢 就可以啊 回到我们的这个 Place下面的Coreless Order方法里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 怎么样用这个模型啊 来插入一条数据 好 那么我们定义Order这个模型之后啊 我们呢 这次啊 把这个Order给实力化 定义一个电量Order啊 这次呢 拥有这样一个Order 好 这样的话是这样啊 如果你 你不去U字的时候 把这个Order给重命名的话 那么就使用它完整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命名空间的入境形式啊 或者呢 像我们之前一样啊 在这里U字 把Order呢 给U字一下 因为呢 我们当前的这个Service啊 服务呢 它也是这样的一个Order啊 所以说啊 模型和Order呢 是不能重灵的 要不就使用这个 完整的入境的形式 来约束这样的一个定义 好 那么我们说了啊 Project Order需要一系列的 这样的一个订单的信息 对不对 订单号呢 是交由我们的 MakeOrder Number方法形成的 然后我们说了 它还有什么 它还有我们上级课里面 所创建的这个快造信息 所以说我们呢 把这个快造信息呢 当做参数呢 给传递进来啊 好那么啊 这个模型呢 我们把它给 拥出来了之后啊 它的内部呢 还没有被我们填充 一些资段属性的 我们说了啊 模型和这个数据库呢 是意义对应的啊 模型里面的资段呢 实际上啊 就是我们数据库里面的 整个数据表里面的资段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Order上面呢 这样的一系列的信息啊 有Order Number啊 Order Number订单号 这个当然我们已经有了啊 User ID啊 就是啊 呃 就是下订单用户的ID好啊 然后呢 这个Delete Credit Time 我们就不说了啊 Total Prime是总价啊 States啊 States呢 是表示这样的一个订单状态的啊 这个到我们到后面再来具体的讲啊 然后Snap Image啊 这个呢就是快造相关的信息 Snap Name 这个我们之前都生成过了啊 Total Count 这个呢 我就不再细说了啊 大家呢 下个月头对着看一下 总之呢 我们现在呢 要做一个事情就是啊 给我们生成的这个Order模型啊 把它的 给它呢 把它里面的资段呢 都给填充到 填充上我们订单的相关信息啊 好 那么啊 我们呢 拿这个User ID啊 来举例啊 Order上面呢 有一个属性呢 是User ID 对不对 我们刚刚其实呢 已经看到过了 这里啊 User ID 我们拿这个举一个例子啊 我们现在呢 就要为这个User ID复充出来 User ID 我们说了啊 有啊 直接就是有的 这里啊 我们呢 已经把它给保存到我们的这个 嗯 类下面的这个持人变量里面啊 这里 好 所以说这里直接取出来啊 然后把它给复充 复充给模型就可以了 好 同样呢 是这个OrderNumber 把我们那个OrderNumber生成的这样 这个订单号呢 填充给我们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字段啊 好 接着呢 是这样的一个Total Price啊 总价格啊 总价格从哪里过去啊 总价格应该从我们的Snap这个里面过去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Snap订单信息里啊 是有这样的一个总价的 好 Snap数族里面啊 获取到OrderDress 好 下面几个属性啊 我就不再一一给大家瞧了啊 都是一样的道理啊 呃 这个呢 是对TotalCount的图示啊 这个是SnapNim SnapNim SnapAdjoice SnapAdjoice 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啊 这个地方的P-State 大家呢 记住啊 这个地方是一个数族啊 所以说呢 我们首先啊 需要呢 把这个数族元素啊 把它给JsonIncode啊 把它给序列化一下啊 就类似于啊 我们当时呢 在做这个用户地址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 呃 把用户地址也给它序列化了 我们找一下啊 哎 在这里啊 我们只不过呢 其实在这个位置呢 就已经把这个GatAdjoice 给序列化了啊 好 好 那么啊 这个模型呢 我们就把它给输去完毕了 好 那么啊 以上的模型的字段呢 我们复制完毕了之后啊 写入数据后呢 通过模型呢 说的话呢 就很简单啊 OrderSale 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订单的主表的信息啊 都已经 数据呢 都已经前冲完毕 并且呢 写入到数据库里面去了 然后我们 我们再看一下啊 和Order相关的啊 除了这个主表信息之外啊 还有一个Order Product啊 我们之前说到过了 Order Product呢 保存的是啊 这个Order下面的 相关的商品的一个关联关系啊 大家注意看 字段很简单 我们也解释过了啊 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 Order ID这个字段 关联Order表 Product ID这个字段呢 关联Product表啊 Order Product呢 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中间 多对多的中间表啊 我为什么说到特殊呢 这个是因为啊 我们除了Order ID和Product ID之外啊 这个基本的多对多关系 键之外呢 我们还多了一个Count属性啊 所以说呢 有一点点的特殊 就是因为我们在多对多的关系 中间表里面啊 加入了一个我们自定义的Count字段啊 然后我解释一下啊 Order Product的 Order这里的有一个TotalCount 怎么的 然后Order Product里面又有一个Count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之前其实都讲到过了啊 Order表里面的TotalCount啊 指的是这个订单上面 所有的商品的总和 而Order Product的表里面啊 大家注意啊 Order Product的表里面的Count呢 表示的是这个订单上面 某一种类型的商品的 这样的一个数量的总和啊 比如说啊 我们买了三件商品 ABC三个商品啊 Order这个里面的TotalCount呢 是三件商品所有数量的总和 而Order Product的一条记录里面的Count呢 表示的是啊 ABC里面的某一个 比如说A商品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的总和啊 我想借这个事例跟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多对多的中间表啊 很多同学认为多对多的中间表呢 是无意义的啊 它仅仅是关联这个两个组表啊 Order Product的表之间的一个 一个关系的一个无意义的表 但是实际上不是的啊 我们可以具体的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事例里面啊 Order Product的中间表呢 它也是有它具体的事例 也是有它具体的意义的啊 它就表示的是一个订单下面的某一类商品啊 这个大家呢可以体会一下啊 我觉得这个理解呢是比较重要的啊 不是无意义的 还是有它的实际意义的啊 好 我们回到正题里面了啊 我们现在呢要往Order Product里面啊 来写入一系列的信息啊 就是我们这个订单的各个商品的信息 好 要写入这个Order Product啊 首先呢我们要明白它的意义啊 意义呢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然后第二件事情做什么 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一下啊 这个模型里面所需要的相关信息啊 从哪里可以获取到 那么在Order Product的这个模型里面呢 有三个字段都在 Delay Time和Update Time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我们之前提到过了 它是自贡神神的 晚点我们会讲这个 如果是自贡神神的这两个字段啊 主要看前三个 Product的ID和Content啊 这两个字段啊 大家如果啊 有印象的话呢 其实可以发现啊 这个呢是从哪里获取到的啊 客户端是不是直接就已经传过来了 他提交订单的时候 我们要求他提交Product的ID和Content啊 并且呢它是一个数字的形式啊 那么这两个字段呢就已经有了 那么少了什么 少了这个Order ID啊 Order ID是什么啊 Order ID我们说了啊 它是作为一个外键啊 关联着我们Order表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之前呢 插入一条Order之后啊 它已经有了这个Order的 这样的一个ID组件啊 那么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啊 把这个Order的ID组件呢 复制到我们的这个Order Product的 Order ID里面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好 我们呢 回到我们代码里来啊 Service7Order OK 我们继续来编写 好 那么我们呢 在save之后啊 继续来写代码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需要知道Order ID 对不对 我们刚生死了 然后大家要注意一下啊 Order ID是Order ID啊 那Order Number是Order Number啊 Order Number呢 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订单号啊 这个订单号呢 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可以是把它给用于 我们的微信支付里啊 呃 但是呢 Order ID啊 它呢 是数据表里面的一个 一个组件啊 这两个呢 它呢 其实呢 都可以代表着 一个订单的一个 唯一编号啊 但是呢 我的建议是这样呢 我的建议是 如果我们的写代码里面啊 就是说在我们常规电码里面啊 还是用这个数据库啊 这个ID主线比较好啊 Order Number呢 我个人认为呢 更加更多的呢 可以啊 会用于啊 和外接的一个交互啊 比如说我们在做 微信支付的时候啊 它可能需要我们 传入一个 自定义的订单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是可以把这个订单号 传过去的 但是我们常规的查询啊 这些操作的话呢 还是用数据库的 这样的一个主件ID啊 比较符合我们的逻辑习惯 好 那么如何获取这个Order ID啊 我们先定义它好不好 获取其实很简单啊 一旦你的这个模型啊 保存了 你把它给创建之后啊 在数据库里生成了一条 这样的一个Order下面的记录的话 我们直接啊 从模型里面读出来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啊 好 接着呢 我们啊 要把得到的Order ID啊 要把它使用啊 怎么使用呢 我们再看Order for OW的表里面啊 每一个订单上面的商品呢 都有一个Order ID啊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啊 要对我们之前呢 所得从客户端传过来的啊 还是看具体的实例啊 我们现在呢 这个数据啊 其实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需要插入的Order Product里面的一系列的记录 对不对 那么我们需要啊 在每一个数据里面呢 都把这个Order ID啊 给复制进去啊 好 那么我们呢 来写下这个代码 首先呢 我们需要看一下啊 这个客户端传过来的数据啊 在我们的这个Order Service里面 怎么获取到啊 一样的啊 其实呢 我们已经把它给保存到了 我们这个Order内下面的成员变量里面啊 所以说 大家看到我所保存的 这三个成员变量呢 在其他的方法里面呢 会经常用到啊 所以说呢 我才把它提取成了三个成员变量 而不是啊 在这个各个方法里面传来传去啊 好 那么我们呢 这个Order Product啊 就是啊 我们客户端传过来的这一系列的数据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要来 对这个Order Product啊 作为一个啊 添加的修改 好 由于我们的这个Order Product 它呢 是一个数据 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给数据的每一个子元素呢 都添加这样的 这个Order ID好 所以说我们用ForEach啊 ForEach什么呢 this啊 然后呢 是这个Or Product 对不对 好 然后其中的每一项呢 我们把它来定义成P啊 好 写法呢 也很简单啊 P的Order ID啊 新增加一个字段属性 然后把它给定 把这个Order ID的纸啊 输入给它 然后要特别注意一下啊 如果你是这样一种写法的话呢 是不行的啊 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加一个引用符号啊 好 我们需要加入一个这样的一个啊 这样呢 才能对这个数据里面的这个属性啊 做这样的一个修改操作啊 这个呢 是属于一个PHP的基础语法啊 大家下去了之后可以 你可以做一下测试啊 加这个和不加这个有什么区别啊 好 那么这个for each写完之后啊 我们的这个数据下面的每一个子数据啊 它下面呢 就包含了我们所要的三个信息啊 分别是Order ID Order ID和Count 好 那么下一步做什么啊 数据生成了 对不对 那么类似于我们Order主表信息的创建的时候一样啊 你需要呢 调用模型来把这条数据保存的数据过去 好 那么啊 我们对应这个Order Product 需要新增一个Order Product的模型 对不对 我们看我们加过没有 没有啊 好 那么我们新增一个Order Product的模型 Order Product 好 Astent Base Model 好 这就可以了啊 中间表的一半啊 它呢这个关联关系啊 以及它的定义呢 用的比较少啊 所以说你只需要有一个这个定义这个模型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我们啊 用我们刚定义的Order Product呢 来把这个 呃 呃 相关的信息呢 往什么数据库里去 好 有了模型之后啊 我们呢 可以把这个模型给实力化啊 用一个Order Product 好 然后就要用Order Product啊 这样它什么方法来保存这样的一系列的数据呢 C5吗 不是的啊 我们要用这个方法啊 C5 保存一组数据啊 注意我们说了啊 一个订单下面是有多是有多个种类的商品啊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的这个Order Product呢 它是一个数据啊 所以说我们这里呢 需要啊 这样的C5 R方法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Order Product啊 看一下啊 好 This Order Product 保存进来啊 好 实际上我们写到这里呢 其实就可以明白了 这个ForEach其实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啊 它其实呢 就是去 修改了我们的这个Order Product啊 然后呢 修改完成之后啊 再保存啊 它为Order Product的每一个子元数呢 新增那个Order ID这个字段值啊 因为呢 我们的表里呢 是需要这个Order ID的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考虑一下啊 这个方法应该返回什么数据啊 好 它需要返回啊 Order Number 对吧 订单号 Order ID 还有我们订单创电的时间啊 好 这个CreditTime我们还没定义 对不对 那么啊 CreditTime啊 和这个地方呢 Order ID是一样的啊 保存之后呢 我们呢 就可以读出来了啊 好 我们定一下这个CreditTime 跟什么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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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啊 CreditTime 大家可以看这个CreditTime在哪啊 在Order里面就在了 这里啊 订单创电时间啊 为什么要订单创电时间啊 啊 下单时间 看到没有 这是我们业务需求的啊 需要有一个下单时间 好 然后我们呢 到时候测试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这个CreditTime呢 其实呢 你现在写进去的时候 是没有值的啊 我们还需要去做一些别的操作啊 我们现在这一节课题呢 先不讲 我们放到后面再来讲 我们先把整个流程呢 逻辑呢 给受理清楚 好 那么啊 这个CreditOrder方法呢 我们就写完了啊 然后呢 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啊 对于这些比较复杂的啊 这样的一些业务操作呢 我们啊 其实呢 特别是对于数据库的操作的时候呢 最好啊 加入一个TiTi 这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你不需要写太复杂的 这样一个拆开启 但是呢 至少来说啊 总体上面呢 最少是有一个拆开启 我们呢 也不用捕获这样的一个特定的一场啊 但是呢 我们需要啊 捕获一个通用的一场 至少 好 Ex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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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啊 抓取到了这样一个一场的话 我们就把它给抛出来 啊 对 不用mule了 直接把这个EL字给抛取出来 最好是加一个一场啊 一场处理啊 不是一场 好 那么各位同学 我们这节课呢 把我们的这个CodeOrder方法呢 给编销完了 这个方法主要的作用啊 就是呢 写入订单的信息啊 好 那么各位同学 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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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下节课的内容